我们在剧中看到张晓静被放出来了之后 蹲到街边吃了一大碗水盆 要两个火星寺子 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这么说吧 就是唐朝人吃羊肉汤水煮羊肉 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羊肉是唐朝人非常喜欢的 而且相关来比较是长的一种美食 但是唐朝人说 他不可能 不是要水盆鸡 现在的做法的话 其实唐朝对羊肉做法主要有几种 一种是炙烤 一种是水煮 这两种最常见的 其他的蒸什么也有 反正肯定不会有炒 炒也会有 炒和煎都会有 但是味道肯定跟咱们现在比较 因为咱们现在用的很多香料 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味道 那个时候就是 其实就是 烤蒜 或者煮蒜 水蒜 咱们现在也是水蒜 白切 白切 就蒜 它也很像 它也很像 但是那个时候绝对不叫水盆鸡肉 绝对是不叫这个名字 很常见 唐朝人是非常喜欢吃虎饼 虎饼其实就是现在的 那种 那种